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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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 搞不好就得心风邪雨 你们怎么办 只有天知道 独立学者龙健 今年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 就中共领导人权力交接 发表了题为 中共阿咖刘氏之种 接班人怪圈的文章 揭示了这一难解的困局 龙健在文章中说 中共从毛时代以来 一直没有解决好 最高权力的更替问题 接班人问题 使中共这个庞大的政治巨人 终极困境 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 那个阿咖刘氏之种 成为其自身 无法克服的致命要害 也必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 所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毛泽东在中共见证之初 对接班人问题可谓高度重视 在他曾经属意过的接班人梯队中 有高岗刘少奇 林彪 彭真 邓小平 张春桥 王洪文等 甚至包括他的夫人江青 但这个接班人梯队 无一例外被毛本人和党内斗争给废除了 最典型的是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前所未有的被写进了党章 而且具有无可质疑的党内合法性 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在党内无人可以挑战 但最终还是遭毛本人的挑战 林彪在享有接班人称号 不过两年时间 于1971年9月13日被迫乘机叛逃 不幸衰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从而量成了中共在文革期间最大的政治危机 也对毛本人的政治信誉和威望构成了重大的打击 林彪事件是文革破产的重要标志 由此表明 接班人问题确实成为了中共权力更替最大的死去 毛泽东在临死前将权力交给了华国锋 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安排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毛迫于当时党内派系斗争格局 而做出的一个折衷性安排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能够平衡 党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最高权力安排 还是彻底葬送了毛泽东的革命事业 毛自始也想象不到的事 由于他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 最后还是有他亲定的接班人 成为自己政治的绝目人 华国锋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 迅速陷入了执政的危机 这其实是毛泽东接班人危机的一个延续 如果说华国锋下台 是毛时代一流的接班人困局 那么在华国锋之后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 非正常下台 则可以视为是邓小平接班人困局 从邓小平选择胡赵两人 分别担任党政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来看 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在实际主掌党内大权之后 所做出的最重要最正确的决策 胡赵尽管在民意上占有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位置 但实际上是一直处于接班人的位置上 中共元老主导的党的最高权力的更替过程 在1987年1月出现了重大的变故 胡耀邦遭遇了华国锋相同的命运 在党内元老的围攻之下被迫提前下台 由赵紫阳接任党的总书记 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 则让赵紫阳有重蹈胡耀邦的负责 他因坚决反对邓小平武力镇压学生的决定 而主动辞职 至此由邓小平清定的胡赵接班人团队 彻底毁于党内斗争 从1976年华国锋主导粉碎四能帮到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 中共执政集团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换了三论 党的最高领导人 这表明中共实际上一直处在接班人的危机之中 接班人危机的根源在里 党实际最高领导人和民意最高领导人处于分化状态 照怎样的下台 对于中共执政集团来说 意味着党的最高权力的二元结构 已经无法有效整合党的领导 党的总书记实际上处于失权的状态 即总书记实际受制于党的元老集团 同时处在被分权的状态 即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分权 中共党内斗争是极其残酷无情的 但在每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之后 党内各派还是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找一种平衡或妥协 博弈后的结果是实现最高领导人认期制 由宪法规定国家主席认期不超过两届 每届五年不是由宪任总书记指定下一任总书记 人选 而是由上一任总书记和实际最高领导人 来行使更大的决定权 这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隔代指定制 建立储君制及接班人制度 在确立新的总书记之后 向全党和全国公开下一任总书记的人选 中共的博弈结果是否形成了党内的正式文件 或固定的制度安排 因缺少文献证据而不敢断言 也可以视为一种潜规则 但从中共十四党所形成的最高权力安排来看 实际上产生了总书记和储君并成的双重权力架构 以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 从江泽民正式执政十年和胡锦涛执政十年的时间看 他们都执行了任期制和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 这些制度变化比较于毛时代权力终身制和邓时代 最高权力的思绪状态 无疑是一个进步 但旧的问题解决了 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在江湖执政的二十年里 虽然政治运行相对稳定 党内斗争趋于缓和 而且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国家和国民财富大幅增长 但党内政治伦理急剧恶化 腐败成几何级数增长态势 新问题的产生与任期制 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 是有着直接的关联 第一 在任期制的约束下 最高领导人的执政时间只有十年 这十年的前两三年 现任最高领导人 必须应对处理前任最高领导人 所确定的人事安排 而这十年的后两三年 现任最高领导人 则必须考虑交权之后的 人事安排 尽可能在新的中央 领导集团中安排自己的人 如此一来 执政十年的时间 其实只有一半的时间 是真正属于最高领导人 自己的有效执政时间 第二 在隔代指定制的约束下 现任最高领导人 没有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权利 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 培养可以延续自己 政治路线的继承者 这使得他在任期内 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志时 不仅受到任期的限制 而且也受到继任者的限制 其第二届 执政期内的最后几年 只能沦为看守内阁 第三 在储君制的约束下 党的最高权力结构中 实际承载着三个权力中心 即前任最高领导人 现任最高领导人 和后任最高领导人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储君 党的最高权力处在分化状态 无法形成统一 集中和有效的领导力 要想解决中共的任期制 格代指定制和储君制的问题 显然必须寻找新的制度变革 以宪政民主的方式 来构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应该是不二的选择 但习近平的制度变革 却是反宪政导向而行之 在取向了任期制 格代指定制和储君制的同时 重新退回到毛时代 建立起一个党权主义的权力架构 其主要特征是 加强党权 扩大党权 进而形成党国制度 形成以党代政 以党代军 以党代法的党制系统 党权不仅凌驾于市民社会 和公民社会之上 还凌驾于政权 军权和其他一切公权力之上 成为一切公权力和私权力的 共同统治者 很显然 中共目前又回到了毛时代以来 的一个权力怪圈中 取向任期制 以延长最高权力者的执政时间 却又出现了最高权力的高度集中 形成定于一尊的个人独裁 中共只要拒绝走宪政民主之路 他就永远无法走出这个权力的怪圈 习近平的权力体系变革 看起来已经建立了党权主义的一个控制系统 但是 这无法有效解决党权主义所面临的一个终极权力困境 那就是无法最终解决接班人问题 而导致权力控制系统早晚有崩溃的一天 接班人问题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一个伪问题 唯独在极权国家成为一个真问题和大问题 像毛那样的开国君主在中共历史上是无可匹敌的 他最终也败于他一手制造的接班人困局 现在习近平能规避毛那样的结局吗 以上是龙健先生文章的主要内容 很深刻 简而言之 接班人问题是极权政权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再到习近平似乎是一个轮回 现在习不得不面临毛泽东当年无法解决的难题 但我并不赞同龙健先生的结论 我认为习近平应该没有机会遇到毛泽东的难题 因为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已经完全不同于40年前的毛泽东时代 中国人明智已开 希望走向宪政民主时代 世界也不是冷战时代 而是一个普世价值和人权彰显的时代 所以习近平问题不是他掌权终身和如何教权的问题 而是他和他要保住的红色江山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 习近平如明白自己的处境 因体面的退出历史的舞台 不失为明智之举 但好言难劝也要死的鬼 要想让习近平走正道 除非三五林天地和 蚂蚁不上树 老鹰不咬去 豆腐杂扁铁秤妥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